欢迎来到蜜蜂财富要文 我是今天的主播Vivian 今天是2021年8月20号 奥股盘前美股盘后 我们的助理分析师团队有 Nessie、Ara和Jack 今日要文包括两个部分 一、市场快讯 二、行情扫描 第一则要文是 人工耳窝公司 Cocolea 销售额创世记录 增加分红59% Cocolea已经从新冠病毒的低迷中反弹 销售额增长10% 达到14.9亿澳元 市场份额同时增长 全年基本净利润增长54%至2.3亿澳元 法定净利润3.27亿澳元 该公司将全年股息提高了59% 至每股2.552元 种植体销售总量月至15%至36456个 第二则要文是 美元走强制油价跌至5月以来最低点 美元汇率升至去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加剧了近期能源市场的担忧 由于担心全球经济复苏可能放缓 以至美联储将缩减刺激 措施的信号由价每周四跌至近三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布伦特原油下跌为2.6%至每桶66.45美元 第三则是新闻是芯片危机威胁汽车产量 今年全球芯片短缺预计将导致全球汽车产量减少 多达710万 IHS周四在报告中称 芯片短缺的局面要到明年第二季度才会稳定下来 下半年才会出现复苏 丰田汽车公司计划暂停14家工厂的产量 并将产量消减40% 东南亚地区的低疫苗接种率和不断上升的感染率 促使组装各种半桃体的工厂纷纷关停 接下来是四则快讯 第一则 铁矿石因中国需求前景疲软而延续跌势 铁矿石现货价格周四暴跌近15% 至每吨132.66美元 现货价格已交五月份创下了历史新高 下跌44%以上 第二则 辉瑞和莫纳德的销售额有望增加数十亿美元 由于新的促销策略对Delta变量的担忧 推高了疫情的需求 疫苗生产商辉瑞和莫纳德销售额有望超过此前的预期达到数十亿美元 周三 拜登政府敦促在八个月后开始第三剂疫苗接种 预计到明年新冠疫苗的销售额将达到740亿美元 比之前的估计高出百分之十七 第三则 美国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将至34.8万人低点 这是自2020年3月新冠疫苗疫情在美国流行以来的最低水平 第四则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对Facebook提起新的反垄断诉讼 联邦贸易委员会以3比2的票数通过了修正后的诉讼 主席 蒂娜和参与了该机构的审议并支持新的投诉 接下来是今日的行情扫描 美股市场 纳斯达克中和指数收于14541点 相当于昨日上涨了0.11%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34894点 相比于昨日下跌了0.19% 我们再来看一下纳斯达克100涨幅排行榜 第一名软件公司SNPC收于315.99 涨幅为8.726% 第二名是旅游公司TCOM收于26.53 涨幅为5.36% 第三名是娱乐板块公司NFLX收于543.71% 涨幅为4.185% 我们再来看一下道琼斯30涨幅排行榜 第一名是软件公司CSCO收于57.27% 涨幅为3.844% 第二名是医疗保险公司UNH收于427.89% 涨幅为2.533% 第三名是软件公司MSFT收于296.77% 涨幅为2.078%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外汇市场 二元兑美元的价格为0.7146 相比于昨日跌幅1.1892% 二元兑人民币的价格为4.6399% 相比于昨日跌幅1.09% 美元兑人民币的价格为6.4948 相比于昨日涨幅了0.17%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大众商品市场 黄金的价格为每盎司1782.4美元 跌幅0.039% 铁矿石的价格为每吨151.99美元 跌幅5.15% 布伦特原油价格为每桶66.56美元 跌幅2.45% 区块链商品为比特币的价格为 65031澳元 涨幅为3.07% 以太坊的价格为4427澳元 涨幅为3.77% USDT 泰达币的价格为1.40澳元 涨幅为0.72% 以下是今日的信息来源 密封财富 智慧理财 全球精选 私人定制 家业长青 谢谢您的观看 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再会 谢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 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 vamos再见 您的观看 使您的观看